我們現在來到入倉康城的LK6體巾 低層但有海景的單位 這裏是很新買的 而且屋子867呎是相當大的 這裏就有門口 這些可以做一個窄身的鞋庫 都有空間 還有你坐頂上可以放一些電子 可以放一些電話或者錢包 再轉過來就是供應房的位置 供應房就很少有這麼大間的 我自己一組 我或者會把攝影機都裝在這裏 或者做個穿物櫃十年 工作人員 也有工作人員 也有工作人員 從湖關位走到這裏 就是一個入字形的長廳 基本上是很豐富 擺位這裏就是花廳 因為比較像廚房 這裏就是牙廳 牙廳擺位置會把電碟掛在這裏 然後鏡頭是三項目 我自己坐在這裏就可以看到自己的泳池 再看壞條件再看壞 還有海景 我覺得如果要百多呎的路程 這裏的相對是大 你站在這裏看出 你的景觀是相當豐富的 自己的內源 車廂 橋景 海 然後船 還有遠處的衣服 藍天的海 它相當好 還有這裏的三項目 我可以抬上去 露台又會見得更大 加少少 樓底都高了 三幾米 我們轉過來看一間我最喜歡的廚房 是長廳的 它做了一種優型的廚房 空間或者是坑桌的工作座面是非常足夠的 可以擺一些東西 擺一些東西 然後煮成就叫Milum的煮成 都是明牌家店 還有征服 一個大的升盤 都方便製業 然後這邊有大窗 都有採工 上面都有足夠的收入空間 都夠了 下季都有足夠的收入空間 整體上做得不錯 躺著這邊是睡房 睡房就落了 因為這邊有小篩情 但是 房間是標準尺寸 兩米一成兩米 還有一個陸地扣玻璃 望出去就有改的 正的 都是一樣的海景 還有一樣的大小 大和小燕 為何落點呢 因為有機器曬到地霧 所以落點好 我覺得林峰做的下次挺好的 他做的東西很實用 有足夠的收入空間 洗索盆 坐廁 他是用了在浪浴區 而且浪浴區是可以坐著沖浴 這個窩 我家有多少人 我都很享受 這裡有一個主要房的位置 他有一個椅子窗 這邊就沒有隔壁那邊的圓景 床我正常會排這些 然後這些可以做一個工作桌 然後那邊做衣櫃 還有一個老婆仔 可以走出去 都是我自己的泳池 還有一個海景 景觀就相當之好 可以看到自己的內圓 泳池 因為隔了一個會所 馬路聲就會少一些 再遠一點就看到全海景 景觀是相當豐富的 還有它有自己的主要浴室 一個鎮浴的 還有它有窗的 相對來說就有奇妙很多 次這間就867呎 價錢呢 13000多元 全海景 還有景觀是相當豐富的 次這間單位 你們有沒有收到 可以留言告訴我 拜拜